彰化縣刑警大隊在農曆春節之前 進行掃黑行動 鎖定彰化 在地步伐討債暴力集團 攻堅抓人 大批的員警下車 手上拿著盾牌 身上鶴槍實彈 進入一間名宅中抓人 抓的人就是天道謀部 導會二零分會的分會長 四十六歲的理性嫌犯 他是藝人叮嚀的弟弟 涉嫌暴力取材 教唆小弟 開車衝撞被害人 製造假車禍 炸領保險金 金額多達五百多萬元 警方這一次出動了大隊的人馬 破獲集團二十五名的成員 也一併落網 移送法辦